現在在近10年來說 都是普及的 但可能一般人的認識 可能將泰拳和球賽混合 但因為我們一直都在專注於球賽的感覺 相對於Boxing來說 一個女子打Boxing的風氣 近十年都有,不少 但Boxing這個運動 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男女老幼都適合的運動 不同的年紀 如果你說男女來說 因為女子Boxing在2012年 已經成為了奧運的項目 所以它相對來說是一個挺普及的運動 有甚麼需要準備 我先說一下工具 一般同學會加入Boxing Gym Boxing Gym都會提供器材 例如基本的裝備 例如拳套 有需要的話是頭盔 如果是自己個人的物品 我們建議一定需要有拳擊的紮手帶 就是這些紮手帶 所以需要的裝備很少 而地方是可以在任何地方 室內、室外 即現在是疫情 我們都可以室外去做一些訓練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都摘了一隻手去做示範 其實它有不同的長度 不同的質料 主要是保護我們手的關節 因為我們的手有很多細骨頭去組成 最重要我們要去保護 首先令到它的壓力 令到我們的關節不會在動來動去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有一個衝力 或者一個撞擊的力 其實最主要要保護的地方 是我們的手指 即是我們的指關節 以及我們的腕關節 我們是Louise Johnson 正式的比賽場合 或者你可能看業餘比賽 或者正式的訓練 我們會穿一些可以清晰 剪路指腰線的衣服 因為跟我們Boxing的規則是有關的 我們打的時候只能打吐持以上 而耳朵前後的話就是耳朵前方 而上下來說就是身腰以上連頭 而手是不算的 所以打的位置就是你的驅躲 和頭的正前方 所以一個清晰的衣服 是可以令到裁判看到 你打的位置是否有效 而Boxing鞋 如果是正規的比賽 其實它沒有規定 你一定要穿拳擊鞋 但我們相對來說 這個拳擊鞋 在我們訓練上 慢慢我們會發現自己有需要 因為你做不同的運動 例如行山、跑步 每一個專項的運動 都是一個專用的鞋 因為它保護不同的地方 在我們拳擊來說 其實我們很重要 要保護我們的腳腕 或者是一個支援我們的足弓 所以其實如果這個鞋 其實是可以令到我們的 表現上會比較好 而初學者 一般來說 我們建議舒適的運動鞋 就OK 如果你說拳套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都是因應不同的程度 我們會推薦給同學 其實每一個裝備 都可以有不同的價位 有些是封劍有人 跟你去買衣服一樣 買一雙球鞋一樣 是不是越貴的跑鞋 就可以有越好的功能 也未必 但是基本 你說可能要有些什麼 我要去拍張照 我要全套裝備 可能是 你未必一定要去比賽衣 或者可能清晰 看到你的腰在哪裏 可能用這些普通的運動衣 有些同學可能用來做HRI 或者現在都穿這些 譬如已經可以出去 當然你要有的是 基本就是用來摘手帶 要有一對拳套 頭盔這件事 就視乎你會不會有一個對鏈 你才需要 如果我是打沙巴 或者是練習一些空拳的練習 那頭盔就未必需要 而拳擊台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選擇有或沒有 所以如果你說大約要多少錢的話 我拳套的話 其實可以是幾百元就已經有了 那手帶通常幾二百元都可以 那如果頭盔你想買賣的話 我們大約都是幾百至一千 因為都挺大的浮動 一般來說 可能一千多元便可以提出所有裝備 至少